温柔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一部哄天级别的印度暴霜动作电影 为爱叛逆 印度肌肉猛男搭起拳来有多猛 看看这堪比斯科的阿金斯的飞腿 和堪比托尼甲一般的猛拳就知道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电影 一个电影导演的宝贝女儿被绑架了 对方是定居泰国的一个黑道拳赛的组织者 兼拳王卡当夫 由于印度和泰国之间没有引渡条例 斯科只有一个人能去救他 这个人斯科正在牛逼哄哄地做二指禅倒立 此人就是男主大牛逼 一个战斗力堪比斯科特阿金斯 亚赛突尼甲的印度战神 故事要从几年前说起 一天还没想今天那么牛逼的牛逼胸须外地求学 路上正好碰到一个女孩突妞妞 此刻列车员突然刹车 顺着关系二人居然抱在了一起 大牛逼趁机搂了一下腰 突妞妞气得离开 此刻突妞妞的父亲导演哥正在跟制片人追牛逼 饮料却不小心撒在了围裙上 导演哥突然看到了另一个系着围裙的男人 走了过去一个衣花接木就把围裙接到了自己身上 换了衣服的导演在母女面前疯狂抖腿 怎么样怎么样 而此刻下车的牛逼胸还在跟突妞妞暗送秋波 还趁机抢本女主 这人敢问我你卖票了吗 突妞妞下车和其理论 一怒之下当街蹦起了地 为了配合女主的蹦地 天空还搞起了人工匠鱼 众所周知 不跳舞的印度电影是没有灵魂的 突妞妞就让我们看了一下这部电影的灵魂 而看到灵魂的不只有男主 还有另一个霸气十足的男人卡当夫 卡当夫正是当地皇家武术学院的掌门人的儿子 男主我牛逼兄此次正是来拜师学艺的 你这么牛逼的人了还需要拜师 嗨 这是为了给男主的变态战斗力找个理由 果然男主一到就感受到了这里扎实的学风 学院里个个都是飙行大汉 全部身怀绝技 说话声音又好听都超有才呢 但男主也不是吃素的 丝毫没有把掌门人放在眼里 掌门人问他多大了 23岁 掌门人69岁 看出男主喜欢打架一招撂倒 这就是掌门人给的见面礼 从此牛逼兄开始了他逐见牛逼的牛逼之旅 一转眼时光仍然到了龙舟会 大师兄卡当夫赢得了龙舟会 突妞妞也在暗场观察 大师兄不想接受喝采 只想看突妞妞 但突妞妞却早已离去 看到没有 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 手难牵 而此刻牛逼兄恰好路过 天空直接配合搞起了人工降雨 突妞妞一看就知道是一中人来了 为了延续缘分 男主和龙舟纽约定 下次再下雨 我们一定要在对面的灯塔上相见 而单身无能狂怒的大师兄 卡当夫就来练习他的物连变 拿师兄弟们当活把子撒起 一身爆炸一半的肌肉和凌厉的功夫 真是无强不摧 可是男主丝毫不感兴趣 对啊 他一个爷们要是对师兄感兴趣 这篇成什么了 师兄还在想他的妞妞俱然分神 被师弟倡了一下 放弄得师兄对着师弟一顿暴击 眼看就要打死 被掌门人直接拦下 刺客的牛逼兄就在外面喝酒 朋友劝他早日放弃那女孩吧 吐牛肉的爸爸一听 我靠又八卦 哥们儿不能放弃 对方爸爸不同意咋 他爸算老几 还没等他知道 你就生米煮成熟饭了 开心男主回去抓紧练功 准备煮饭 转眼又是下雨天 男主在雨中庆祝 吐牛肉打开房门 却是大师兄 对方直接来提亲 他是印度皇家回源行义掌门人的儿子 真价500亿卢比 相当于6.8亿美元 把当夫直接拿出一箱子献金 导演哥哐的一声站了起来 啥时候结婚 而此刻的牛逼兄还苦苦在雨中 等待着他的小天心 难道他没来 并不 二人都连得跟孙子似的 原来互相在对面 你他们的倒是走两步啊 有病是吧 没病你不走两步 二人遇过天行 在一起蹦起了地 在印度爱情电影里 没有一起蹦过地的男女主 是注定不会有戏的 所以听到没 大师兄你不会有戏的 夜晚分手时又下起了雨 他们分手总在下雨 兔妞妞拿出了祖传的戒指 戴在了男主手上 私定终身 夜晚男主喝得大醉 才回到学院 师父大怒 但男主也不废话 来了这么久 师父从来没有教过我 我要去少林 师父表示 少林寺的功夫 也是从这里传过去的 一拳打在腹部 男主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瞬间罪已全无 师父将他拉到后方 开始传授武功 男主都能轻松应对 哦 原来前几个月的挑水劈柴 都是打基础 当初不是不讯你 是培养你 男主的功夫日益经济 逐渐牛逼化 直奔他的牛逼之路 而去了 并次把名牛逼兄 和师父师兄弟们 每日操练 什么二指缠倒立 人体旗帜 全部学会 卧槽 69岁的老头子挺牛逼呀 废话 能教男主牛逼兄的 肯定更牛逼呀 学成无意的男主 再次碰到了 秃妞妞的爸爸导演哥 导演盲门 怎么样 碰到了没有 还没呢 不然看到了自己 送给女儿的戒指 瞬间来了个大变脸 导演哥把事情 诉说的与卡当夫说了一遍 卡当夫大怒表示 会立马宰了男主 不料被父亲听到 父亲开始了 百家讲坛教育模式 爱情不是靠蛮力的 吃饭时 父亲居然说自己 已经帮卡当夫找好的老婆 马上点亲 卡当夫也不废话 当天就毒死了父亲 这个故事告诉家长朋友们 包版婚姻又还健康 而此刻 正在逛街的牛逼哥 看到一群黑衣打手 对方让他去见卡当夫 牛逼兄表示 五分钟后 对方不满意 直接抓走了一个孩子 牛逼兄急忙取决 对方把孩子扔来扔去 还撞伤了小孩的头 欺负小孩 街操之剑一摆 牛逼兄一个托尼甲 山寨边腿 大飞一人 开始动手 抓着对方脑袋 框框往车上撞 带了一个飞梯 踹到一人 抓住一个人的脖子 直接发射到了铁柱之上 你听这声 多清脆 牛逼兄火速去追踪人 众人站在楼房之下 将孩子直接扔下 街操之再减三千 一段武打 几乎完全照搬了 托尼甲 在拳把第一步的动作 连续的飞腿 极其华丽 仿佛街舞一般 打得住人 画之乱颤 一个人拿出钢管 被男主直接抓过 一下子刺穿了脚面骨 再来一人 直接拧断小腿 再来一个直接踹飞 吃墙都一起粉碎 这脚踢出了 坦克一般的破坏力 黑人想要偷袭 牛逼兄飞起 转身暴起在后面 穷追暴打 小孩都吓傻了 任怨还有分级呢 我这幼小的心灵 居然直接看现场直播 我求你别秀了 我都快下冤了 牛逼兄这才收手 带着孩子刚要喝水 卡当夫直接杀来 攻击力犹如轰炸机一般 刚猛无比 男主连连败退 被卡当夫打得在空中 爱的魔力转军圈 被左左右右 千千后后反复爆锤 好家伙 不愧是69岁的 老黑灯的亲生儿子 眼看就要被卡当夫 影断脖子之际 牛逼兄直至死地而后生 火速战起 抛刀加油站 直接喷起了汽油 谁敢靠近我 我就烧他压的 把他变成烤鸭 我能为他死 你能吗 我要是卡当夫 立马后退15米 你死呀 死给我看 好 我死 买了男主 兔妞妞不就是我的了吗 不过 卡当夫使出一招更绝的 直接绑架了兔妞妞 靠 本来兔妞妞对你 可能还有一尼尼的好感 这下彻底凉菜 不过卡当夫真是君子 兔妞妞都被弄晕了 他居然没有趁机煮饭 于是故事回到了开头 兔妞妞被绑架到了泰国 只有牛逼兄能救他 牛逼兄来到了泰国 找到了一个地下拳馆 一个猛男就在疯狂暴击 既然卡当夫吃地下拳赛最大的精力 他就从这里一路打过去 比赛开始 对手直接扑上 被男主一脚踹飞 动作几乎和托尼甲的拳霸 一模一样 全场鸦雀无声 这一切果然被人拍下 第二天 十几个手势棍棒的打手就冲了过来 如果说 前面两段打斗还只是小小的模仿 托尼甲的话 这一段追逐 简直就是直接复制粘贴了 牛逼兄一路吹着托尼甲 边跳边踹人 一路飞奔 躲避追杀 顺便使出连环踢缓击 很快就用跑步工作 跑穿了一条又一条街道 后面的人也想冲过来 被牛逼兄全部爆打 又是扔飞 又是踹残的 牛逼兄顺着脚手架急速逃算 后面的人还觉得没挨够 继续追着球男主爸爸打 牛逼兄直接学习了成龙 后面的人想学 被牛逼兄踹飞摔成了棒槌 我的底盘只有我能牛逼 其他人只能被我打成傻逼 说话间 男主已经一套连环跑酷离开巷子 男主直接找到偷拍的小子 对方拿出手枪想要装逼 被男主直接反杀 卡当夫在哪儿 牛逼兄很快顺着线索 找到了卡当夫的总部大楼 重兵把手里面全是顶尖高手 当然在男主面前就啥也不是 而此刻 秃妞妞正在打盹 卡当夫静静地欣赏着他的美貌 在结婚之前 我绝不碰你 但秃妞妞突然醒来 以为卡当夫要行非分之事 更加讨厌卡当夫 你看看你 自己做的吧 保镖冲减了要打秃妞妞 卡当夫居然插着手看戏 秃妞妞再次被打晕 卡当夫那叫一个心疼 立马要带秃妞妞去医院 得知女生在医院的牛逼兄 也一路化妆进了医院 二人一见面虽然隔着口罩 但还是认出了彼此 别说口罩 就是穿着皇户服也能相认啦 牛逼兄准备带着秃妞妞离开 却被卡当夫撞见 卡当夫也是真爱 别说戴口罩 就算是防护胡他也能看出来 牛逼兄直接挟持了秃妞妞 卡当夫不敢动手 牛逼兄直接带着秃妞妞离开 卡当夫化身成龙 直接用一根消防水管从高处滑下 两人坐出租车离开 手下开枪 卡当夫立马阻止 别开枪 倒在秃妞妞的身 痛在卡当夫的心 牛逼兄和秃妞妞成功脱身 开启了旅游结婚模式 也不知道哪来的经费和钱 居然直接找了一个豪宅 牛逼兄也不工作 可能是个富二代 天空再次下起小雨 二人再次蹦起了地 从天明蹦到天黑 连续蹦了好几天 突然卡当夫手下打断了这一切 连续蹦迪数天的牛逼兄身体透支 被打成了艾斯逼 卡当夫手下和保镖 对牛逼兄轮番轰炸 打勾了以后 拿出手枪 一枪把男主打下了悬崖 突女女被开车 带回了总部 卡当夫刚刚要和突女女 说两句话 牛逼兄就已经杀到楼下 卧槽 这恢复得也太快了吧 你也没有交通工具 拖着枪伤这么过来的 要不怎么说男主牛逼呢 男主一层一层打了上去 被枪打了的他 不但一点屁事没有 战斗力还暴涨好几十万 你都这么猛了 刚才是怎么被打败的 这他妈不合理呀 男主再上一层 一个人想偷袭 男主直接一脚 对面的高手也被直接踹断高腿 牛逼兄进入超级赛亚 人状态直接爆打 华丽的飞踢堪比终极斗士 打垮了一堆又一堆 登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高楼 连环战无一般的攻击战斗 生动形象地表达了 牛逼兄对突女女的热爱 和对卡当夫的憎恨之情 触发了可歌可击的爱的力量 牛逼兄几乎无人可挡 对手们死得一个比一个惨 卡当夫看到后直接悬赏 谁杀了牛逼兄 重重有赏 来到走廊 众人包围牛逼兄 牛逼兄直接开打 踹飞了一个又一个 牛逼兄继续一路 无限体力 无限血质 这一段完全照搬 印尼动作大片 突袭 甚至连有的动作都直接照搬 不信 你看这个绝杀 突妞妞看着牛逼兄这么拼命 也进入战斗女魔头状态 和喽啰们暴打起来 战斗里之彪悍让人直呼 卧槽 无情 牛逼兄终于击垮了底层所有喽啰 来到了第二高手 中国保镖面前 作为卡当夫的保镖 其武术 果然不虚 男主的攻击被轻松化解 华丽的连环踢令人侧目 但暴起的男主不知怎么回事 战斗里直接爆炸好几倍 两人互相猛踹 中国保镖的旋转飞踢 犹如舞蹈 但牛逼兄毫发无伤 还打断了对方的腿 踩了一下遮断胳膊 反向一个反关节 左右手全部报废 用腿顶直接顶段脊椎 一个后翻摔断了脖子 真正的招招断骨 男女主重新相见 二人果然打算 男女混合双打 图牛牛被卡当夫直接打飞 卡当夫直接和牛逼兄开战 攻击极其刚猛灵笔 几乎无间不摧 男主被逼的一时没有还手机会 卡当夫直接冲上 用铁肘反复暴击 暴雨一般的快拳左右开攻 一个吞一甲后空翻 大翻在地 但牛逼兄战斗力和体力 几乎无穷无尽 被枪打掉悬崖 又一路打死几百个小兵 再被卡当夫爆炊 还是能够重新战骑 师傅北沙女友被抢的恨 让他如梗在喉 一把扯鸟上一露出雕刻般的肌肉 战斗力再次飙升几十倍 卡当夫仿佛看到了死去的父亲 瞬间怂了 牛逼兄一脚踹飞 卡当夫站起 牛逼兄使出印度武功绝学 再来一个突尼甲后空翻 将卡当夫砸翻在地 这一点也用光突尼甲的动作 模仿的都有几十次了吧 牛逼连续宝击 一拳打断了卡当夫的脖子 向下一拉 拽断了卡当夫的胳膊 再来一圈砸碎锁骨 翻身一击踢碎脊椎 我靠 你是骨科学院毕业的吧 最后直接抱头 卡当夫彻底完蛋 到死都没能谈一次恋爱 卡当夫 一死的太远了 没办法 这个角色的存在就是为了白给的 而男主则得到了突妞妞 并继承了师傅的全部遗伤 成了新的掌门人 卧槽 卡当夫 你太他妈惨了呀 你这不是白给 你这简直就是做慈善啊 送了别人一个皇家混员行义掌门人和全部家产 再加一个突妞妞 卡当夫 你真他娘是个汉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